谢谢梅婆婆 不知道爷爷和奶奶会不会喜欢 巧虎 你送什么呢 我和小花贴了我们折的纸 然后还画了画 我画了爷爷和奶奶的笑笑画 然后还在周围贴上鸭花 把它装饰得很可爱 我和哥哥计划一起表演指示人 好厉害 因为今天是要感谢爷爷奶奶的日子嘛 可是是我奶奶的话 不管做什么 她都绝对不会高兴的 今天早上也是 我们唱了感谢的歌给她听 谢谢你 唱歌的话还是我唱得比较好啦 我的名字叫钱袋 最年轻的钱袋 哈哈哈 美婆婆是不是今天也没收到信啊 什么信啊 听说美婆婆她一直以来都是在等她儿子从不知道的地方寄信来 好像是吵架离家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這樣啊 美婆婆平常總是對我們大家很親切啊 但是她心裡一定覺得很寂寞 不知道信是不是真的沒有寄來 也有可能是郵差在中心的時候不小心把信弄丟了 我爸爸絕對不可能發生那種說乎的 可是也有可能不小心 不會就是不會 對不起 說得也是 應該不可能 不過 會不會是以為投進信箱了 結果根本沒有投進 然後一不去就這樣掉下來了 就說我爸爸不會那樣不小心嘛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好 怎麼可能會有信掉下來 噓 我們偷偷的找吧 真是的 這邊也很可疑喔 欸 桃樂壁 那邊是隔壁鄰居的家啦 欸 你們看 啊 這個我家也有收到欸 這應該是搬家公司的傳單吧 你說那封信會不會就是像這樣掉在地上了呢 說不定被風吹走了 難道是小偷 有小偷 我們家什麼都沒有 人呢 真是奇怪 不要這樣 被發現就糟糕了 對啊 偷偷進去實在不太好 我們不是故意要偷偷摸摸啊 那 就假裝我們要幫忙把院子裡的草怎麼樣啊 就跟你們說 好主意 走吧 你們真是貼心又懂事啊 謝謝你們 我好高興 那麼等一下請你們吃點心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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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真受不了 這是什麼 怎麼了嗎 找到信了嗎 这个该不会就是那种时空胶囊吧 什么是时空胶囊 我曾经听我爸爸说过 就是将特别的东西放进盒里 埋在地底下 然后等很久以后再打开 差不多可以一起吃点心了 那个不是时光胶囊吗 是我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埋的 居然现在出现了 本来想找出那封信 让美婆婆开心的 美婆婆哭得好伤心哦 你们怎么了 爸爸 不止叔叔不会疏忽 其他负责送信的邮差 也绝对不会把信件弄掉 我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 而且啊 如果真的是美婆婆儿子寄来的信 就算不小心从信箱掉落 美婆婆也会很快就发现 美婆婆那么伤心 为什么她的儿子都不寄信给她呢 关于这一点 叔叔也不是很清楚啊 我们一直希望 总有一天 美婆婆的心意 能传达给她儿子 你们也很希望 美婆婆可以开心吧 啊 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美婆婆啊 她一直对我们很好 而且 之前赏花唱歌的时候 真的是好好玩哦 那 就帮她传达这份心意如何 今天正是个好日子哦 啊 今天是感谢 圆圆奶奶的日子 哎 梅婆婆啊 唐勒比奶奶 听说老师没有信进来啊 啊 等等 奶奶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哎哟 唐勒比 先别说那些了 我买到了你最喜欢的那家 巧巧堂买的地瓜点心了 你说什么 那家店自从在电视上引起讨论之后 就开始每趁都大排长龙 要排队买到实在很难啊 想不想吃啊 当然想吃 梅婆婆 哎呀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 都一把年纪了实在不该那样 我已经都准备好点心了 不 我们才应该道歉 对了 下午茶时间大家一起来吃点心吧 奶奶 你现在一定要让我说 一直以来谢谢你 我也知道现在都很年轻 真受不了奶奶啊 也难怪 她这个人就是容易害羞 啊 是这样吗 来吃你过点心好了 梅婆婆 我们几个有话想要跟你说 啊 说什么 是这样 谢谢你总是对我们大家这么亲切 像这样请我们吃点心 还有 赏花的时候唱歌带给我们欢乐 所以我们大家最喜欢梅婆婆了 哎 不会吧 我们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她真是喜极而泣 我才应该要谢谢你们 敬虎岛上的人们都亲切得像一家人呢 如果我昏倒的话 马上就有好心的人送我去医院 陶乐比奶奶也会像现在这样找我聊天 逗我开心 还有还有 你们这些孩子都非常可爱 我每天都很开心 哈哈 好了 快吃点心吧 我要开动了 对了 奶奶 你一直在害羞吗 你不想吃吗 不吃的话就给奶奶吃了 哈哈 这家庭的地瓜点心最好吃了 嗨 各位 你们知道万圣节吗 就是一个要换上妖怪的服装 可以拿到糖果的嵌注活动吧 不是吗 是要说哈喽 然后眨眼的嵌注活动 这么奇怪的话 到底是谁说的 不 是极极大师 地瓜神仙和隔离神仙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下一集 哈喽 万圣节 一定要看哦 第一次 4日 二二六 二二六 學歷模式 一 化學世界學歷 一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